你们准备好了吗 她是我认识的最高效的喜剧演员之一 让我们热烈欢迎 Braid Ripple 好吧 我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好像你们没有人收到我的着装要求 这一场 应该是黑领带机会 但我 好像是唯一一个符合要求的人 最后一场演出 我失败事业中的最后一场演出 我已经竭尽所能了 我穿上晚礼服 刮了胡子 擦干净该擦的部位 我不想的 但是我老妈不停地提醒我 Braid 这是一场大秀 你必须擦干净 好吗 老爸也跟着说 听你老妈的话 擦干净 擦干净 儿子 快乐的秋天 我特别喜欢秋天 最讨厌夏天 因为夏天结婚的人太多了 去年 去年夏天 我参加无常婚礼 明年夏天 我还有三场要参加的婚礼 我讨厌收到结婚情节 那是一种 无法躲避的压力 每一次 我都要迫使得欣然接受 如果可以 我愿意很高兴地说 不 每一场婚礼 看似来庆祝 来庆祝这对新人 那是胡说八道 婚礼不是庆祝这对夫妻的结合 那只是属于新娘一方的庆祝 新郎 只是喜剧舞台上的一个小丑 所有人都在听着 同出一辙的祝福词 赞美新娘有多么美丽 多么幸福 然后 新郎的朋友 则告诉新娘 嫁给这个毫无价值的麻袋土豆 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人们泪眼闪烁 对着麦克风大喊 后方的老人们说道 妈的 你就是国宝 你所做的一切 都散发着耀眼光芒 然后 新郎朋友的每一次讲话 总是这样 好吧 有一次 克雷格在阿比加 拉了裤子 你确定要嫁给他吗 他有大肠急走症 这一辈子 肯定要在内裤上 花很多钱 哈哈哈哈 女方可能不会赞成 我这个笑话 演出后 他们总是会走过来对我说 你好 戏剧先生 你说的不是真的 我们也会捉弄我们的朋友 你应该好好发挥一下 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能接受这一事实 但是能接受的女性 基本上都喜欢Live Love Love系列 她会吹牛的讲 我做饭时会喝酒 而且有时我还会在菜里加酒调味 你会想 你绝对不适合拿男人的玩笑来说笑 如果你听说过伴娘拿新娘做笑柄 如果有 那么她的笑话一定是赞扬新娘 有多么好 多么年轻 多么美丽 对自己有多么骄傲 嗯 好吧 我们都知道 克里斯汀喜欢白葡萄酒 这是重点 是最受关注的事情 让我们举起一杯 或者像克里斯汀一样 喝上两杯 与此同时 克里斯是个没有救的酒鬼 有一次在7月4日他喝醉了 罗马蜡烛击中了他的鸡巴 他的部分衣囊被烧掉了 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那是他父亲讲的话 我听过一位父亲曾在婚礼上讲述儿子的事情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什么 为什么 这有什么关系 如果发生在他的女儿身上 你认为他会这样讲的 一次 丽莎被一枚装瓶的火箭击中了银部 你确定吗 那要花很多钱买药膏的 我必须让故事保持他的趣味性 应该婚礼只是亲娘的庆祝晚会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实际上做了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男人是婚礼的主要组织力量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场面了 首先婚礼的花费不会超过三百美元 其次 邀请只是在当天发出的短信 没有一点幻想 幸福 只是 嘿 两个半小时之后 我就要结婚了 你能做我的伴郎吗 而他的朋友会说 好的老兄 没有问题 婚礼在哪里举行啊 然后 每次婚礼 都是在Bowfield Wings 我没有预约 我离结婚还早 但是我知道 当我结婚时 我会利用邀请函来恶作剧 这就是我要做的 在邀请函上著名邀请人的名字 然后加上逗号 或当前居民来表示 让他们一头雾水 这是邀请所有住在这里的人吗 我希望有一个随机的家伙来参加婚礼 你是怎么认识新郎和新娘的 我想 我在他们的邮件列表中 我有一天会这么做的 我真的会的 这是因为 我最喜欢实践性笑话和恶作剧 这是我在世界上最喜欢做的事情 愚弄我最爱的人 我最近做的恶作剧是 呃 不是今晚 我在德克萨斯州 达拉斯 探望我的大哥 他有三个孩子 其中一个是三岁半 他当时正在学习用便盆 而我 在他的便盆里拉屎 是的 是真的 你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无聊 但我看到了一些恶心的表情 你必须知道 我为自己的生活选择感到自豪 我不认为 艾尔默对此感到任何幽默感 但我认为 这很有意思 那天晚些时候 我大哥找到我 他满面怒容 然后说 Braid 我儿子今天拉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事 现在 如果你现在还不明白 你就应该离开了 老实说 我不想要你在这里 我甚至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让我有多高兴 但我必须装得很酷的样子 所以我只说了 什么 呃 有多大 我大哥带着恐惧的眼神说道 那是成年人的大小 我去 那有多大 然后他说 我拍了张照片 随后 他拿出自己的iPhone 给我看了照片 顺便说一下 他把照片发给了他的妻子 我可以看到他的回答是 哦 天哪 他还好吗 现在 他们认为孩子有病 哦 我接着读下去 他说 我不知道 他午餐吃了什么 一半烤奶酪 这怎么可能 仍在继续猜测 我问大哥 你打算怎么做 他说 嗯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你的搜索条件是什么 他说 异常大的诱儿分辩 我问到 然后呢 他说 WebMD上 没有任何相关内容 我说 你的儿子 可能是罕见 换着他说 这一点都不好笑 现在他很难过 我开始怀疑 是不是应该 告诉他 然后他说 你认为 我应该给爸爸 打电话问一下吗 我说 百分之百 你应该这样做 我必须看看 这件事情的发展迹象 所以 他给我父亲打了电话 我父亲是一位 六十多岁的医生 非常有幽默感 但也十分注重 自己的尊严 应我的要求 他打开了电话扬声器 他说 嘿爸爸 怎么了儿子 嘿 我这有一个医疗问题 他说 好吧 说遍 今天早些时候 我的儿子 拉了他一生中 最大的一炮事 然后我的父亲 直接说了一句 再见瑞安 就把电话给挂了 不是开玩笑 他不想理会这件事情 他挂了我的电话 我说 我听到了 为了安全起见 你应该把照片发给他 然后他照做了 他给爸爸 发了一张 我的大便照片 还有一张 爱尔默的脸 并说道 这就是他拉的 十分钟后 我父亲发短信说 删除我的电话号码 我特别吃惊 因为他不是一个喜欢发短信的人 哦 三十到三十五分钟过去了 然后那个孩子走进了房间 当他进入房间时 他说的第一件事 爸爸 我的厕所里有大便 这不是我的 好吧好吧好吧 我知道 这件事是错误的 但从情感上来说 在我内心深处 当他说的时候 我的反应是 你这个叛徒 我很生他的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向他说这个计划 他也不知道 但我坐在那里就像是 你是个叛徒 你是个有趣的叛徒 你失去了色情特权 所以 这不是我的 我哥哥说 你什么意思 他说 我不知道 我走进去 就已经在那了 然后我哥哥转身 看着我 是你拉的是吗 我说 有可能 他说你有病啊 去清理掉 我确实清理了 我去洗手间 戴上乳胶手套 弯下腰 将粪便从马桶里拿起 上面放着艾尔末的脸 然后 我把屎放进了毛纱盆里 然后 我回到他身边 然后走了 看看你的毛在做什么 然后他说 现在 你他妈滚出我的房子 马上滚出去 最后 我不得不住在 Red Roof Inn 我一生中 花的最值得的八十美元 哦 哇 哇 我喜欢恶作剧 这很简单 打电话给朋友 然后当他们说 你好 你就说 现在不方便讲话 然后挂断 他们会很疑惑 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并告诉我他很忙 那是浪费时间 不说话 已经能暗示他很忙了 不是吗 我最喜欢的恶作剧 是说假法语 在真正的法国人面前 我听到 一个人在酒吧里 说法语 我会过去说 不好意思 你是法国人吗 他说是的 我说 我也是 然后他说 什么 我可以看出他的疑惑 他在想 他在耍我吗 他会想 难道我不懂法语吗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法语 所以我说 喂 他说 什么 顺便说一下 法国人民就是这样说的 他们每隔五十个字 就会被一根 看不见的音镜 噎死 注意一下 他说 对不起 我不觉得你在说法语 但是他充满信心地说 我的童年是在说谎吗 我实际上是比利时人吗 所以我说 你不会法语吗 然后他说 再说一次 这位老兄 如今正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然后我说 我发满速度 然后他说 喂 我说 天哪 你会法语吗 他说 他说 那不是法语 这是法语 我只是说 然后他变得更加疯狂 他说 我只是说 鱼手交谈 然后他拔出枪 该死的 他走了 我说 嘿 嘿 他说 你妈的 我说 你妈的 请原谅我的法语 然后他正面攻击我 我从未去过法国 但是我认为 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情况 他们绝不会让我去的 你遇到过去另一个国家的人吗 他们回来了 你可以说 他们从旅行的文化体验中 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吗 一个朋友 身着Hard Rock Coffee T恤 从巴西圣保罗回来 什么 我遇到了其中一个 我和我的女朋友去了 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去了阿姆斯特丹 一起出国旅行 我们到了机场 我们很累 就去了咖啡馆吧 我们在那儿 看到另一对夫妇带着行李 我们开始与他们交谈 他们要去机场 他们只是来这里旅行 于是我开始谈话 我说 哦 你们有没有参观博物馆 这个英国人说 有的去了李普利 阿姆斯特丹 是范高和安妮·弗兰克的故乡 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是其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他们去了无能博物馆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我说 是吗 那里怎么样 这个英国人几乎带着 零讽刺的声音 看着我 然后说 令人难以置信 哼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我的好朋友中 有一个比较笨拙的德国人 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夫 身高六十八 我们是同事 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 真是很棒 他们的英语很好 但是也有一些 他们不理解的术语或短语 他有一次走进休息室 我对克里斯托夫说 我走了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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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看看是谁来了 然后克里斯托夫继续环顾房间 然后说 这里没有毛 这是什么意思 我向他解释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美国表达方式 看看是谁 他说 这并没有意思 感觉像是一种危险 但是一个星期半以后 克里斯托夫 似乎忘了这件事情 他在休息室里 我走进去 我感到非常自豪 这个六英尺八英寸 或六英尺九英寸的德国人 看着我 他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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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好吧好吧 看谁 拖着一只死猫 我说对了吗 我没有纠正他 因此 另一名员工进来的时候 他说 你好 谢尔比 看看 谁拖着一只死猫 谢尔比当时想 他妈的 这什么意思 在那天晚些时候 下午 他来到我的办公桌前 他说 你这个混蛋 我说 上帝保佑你 然后他说 为什么不告诉我 俗语不是 Look who's green a dead cat 而是 Look what a cat degrade in 我听起来像个疯子 哦 克里斯托夫 他在这里吗 他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吗 克里斯托夫 我真的很爱你 老朋友 我去过梵蒂冈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出国 梵蒂冈有一条规定 如果女人的肩膀露出来 则不允许女性进入 我知道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得体 顺便说一句 热闹的规则 考虑到 他们天花板上 确实有个机板 掩盖那些三角机 这样我就可以看看 那只闪亮的机板 那是西斯教廷的主要绘画 亚当的创造 亚当的创造 地球上的第一个人 然而不知何故 他的机板被割离了 哦 怎么会呢 怎么可能呢 培养天主教徒 我的女友不是天主教徒 她是另一种宗教 她现在是一个 无神的义教徒 她有一种宗教 称为 一神论的普遍主义者 拍手 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 是的 我们有一个朋友 在那里举手了很长时间 我不知道 那是什么 当他说 他是一神论的普遍主义者时 我就想再说那星座 我问他 什么是一神论普遍主义 主要目的是什么 他说 我们的主要宗旨 可能是首先 你应该爱 和接受自己 我是天主教徒 因此 我不得不向他解释说 这不是宗教 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是正确的主意 但这不是宗教 他谈论的越多 听起来就越像是一种宗教 我问 你星期天的服务怎么样 他说 实际上很有趣 什么 不 那并不意味着很有趣 他说 是的 歌曲很棒 我说 什么歌 实际上 你可以在我们的服务期间 播放任何你想要听的东西 是在酒吧吗 有iPad机座吗 嘿 打开Panda Replay 我不知道 我带他去了 他的第一个天主教徒团体 然后我们迅速分手了 不不不 我们去了 看着他的天主教传统很有趣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 你肯定知道这一点 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 而且去过很多人 顺便说一句 在圣体圣事中有一条规则 你上去 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 你会双比交叉 你会得到祝福 牧师把手放在你的肩膀上 他说 你要下地狱 但这也没关系 这是真的 从字面上看 他们要下地狱 教条是 你仍然要下地狱 如果他们要下地狱 我们为什么还要祝福他们 但这就是技巧 你知道这项技术 你上去 你走 蹦蹦 繁荣繁荣 这是他在技术上的糟糕之处 他走到牧师那里 他做到了 从字面上看 这就像是防御 我发誓 我希望他能永远走下去 Wakanda Forever 天主教堂不好玩 真的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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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不好玩 教会有一个男人 一个牧师领导 顺便说一句 他唱歌 另外顺便说一句 他一生都接受了 灵节课的唱歌课程 每位天主教父 都以相同的方式唱歌 他们唱得很慢 而且拉长了几句话 然后他们很快就唱了几句话 烈性人 奉父子 圣灵的名 你为什么要成为最后一部分的拍卖师 我要出价 二百 圣灵 三百三百三百圣灵 我想制作一张名为 牧师唱流行曲的专辑 这是天主教神父演唱的标志性流行歌曲 不是高山 没有风骨 不是低骨 我刚刚接受了DNA测试 结果发现 那只母狗 有百分之一百的性命 阿们 哇 开个好玩笑 但我不知道那个人的掌声是否值得 当你长大天主教徒时 你对性感到奇怪 是的 六个笑的人都认同这一点 我们高中时进行了一次性爱讲座 答二 这就是性爱 谈话中发生的事情 这是事实 他们给了我们所有人一张卡片 他们给了我们一张卡片 看起来像一张信用卡 那张卡片很大 上面有一个假词条 没有说Visa以外 但写的Vcard 我向上帝发誓 然后在他的右下角说 到七日新婚之夜 我不想吹牛 但是我的账户已经透支了 真的吗的差劲 性是如此离奇 男人在性交易中很幸运 我的女朋友曾经问我 嘿 我们做一个短促性爱号码 是的 就像我的默认值一样 所有的性爱都让我有点想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人 那就是男人在性交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必须尽量不要高潮 一般来说 女性必须达到高潮 太疯狂了 对于一个不要高潮的男人 他必须闭上眼睛 想象其他东西 然后要让一个女人达到高潮 他必须闭上眼睛 想象其他东西 他们告诉你什么 如果要完成 要达到高潮 想象一下棒球 猜猜到底做了什么 还是完成了 现在我不再和美丽的女人打交道 而是想到了马克·麦奎尔 有一个女人 我喜欢女人 不喜欢红头猴子 当我第一次搬到纽约时 我和一个女人勾搭了起来 我们联系起来三周后 她以女同性恋的身份出现 这是事实 我认为那太棒了 我真的为她感到高兴 但是我所有的傻瓜朋友的反应 都像傻瓜一样 他们说 陆兄 陆兄 你的家伙 让她变成了同性恋 众所周知 性并非如此 我的家伙 没让她变成同性恋 她加速了这一过程 也许导致了进一步的自性 但她并不像魔障 度 你现在是同性恋 更像是一面镜子 无论如何 他们会这样说 他们会说 你的床上功夫太差了 太差了 不同意这一点 床上功夫太差 不 我的床上功夫很棒 我对性交的贡献远胜于你 你的家伙做什么 给女人高潮了吗 好吧 我的鸡巴 帮助某人发现了 他们的真实身份 你说 啊 哦 你帮一个女人打倒高潮 太可爱了 我帮助一个女孩 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 你说 啊 你给了她一个高潮 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 啊哈 而且我认为 这更值得 我的家伙是自由斗士 这就是我要说的 我的家伙是自由战士 生殖器很奇怪 他们太奇怪了 他们变老了 每个人都闭上眼睛 想象你的生殖器 啊 行啊 好吧 我很确定 我是唯一做这项练习的人 变成很奇怪的热瑜伽 睁开眼睛啊 我不知道 是否有人做过这项运动 但是 如果你对你的生殖器 进行了描绘 你就对他们今天的样子 进行了描绘 对吗 你会忘记他们以前的样子 那不是难过吗 这就是为什么 请听我说 我希望 我已经为此拍照了 行 有些人没听到我的声音 我不需要很多 我不需要像这样的时间流逝 这个人 每天为自己的鸡巴照相 已经27年了 请注意他的脉络 主要在这边和左边 但是 要建立一个传统 每年一次 前往 Dave Buster的照相厅 使其脱离网格 拍摄三张照片 一个从前面 一个从侧面 然后 一个愚蠢的 玩得开心 在其周围 放一点羽毛围巾 二十多岁 经过了几位总统 我有偏好 我站在总统那里 一生中 巴拉克奥巴马 是我最喜欢的总统 是的 我不这么说 但是 乔治布什 是我最喜欢的 刚巧当过总统的人 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奥巴马是最专业 最扣人心弦的人 布什是最可爱的 奥巴马就像学校的图书馆员 好的伙计 我们现在读你的书 努力学习 让我们度过一个 愉快的学年 布什像个体育老师 好吧 抓住一个躲避球 当不得双分 坦娜 开始跑步 雪莉 加油 学校把他的躲避球 带走了 他说没关系 我从家里 带来了自己的球 他是如此非正式 这就是布什 有意思的原因 我知道的最好的例子就是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正在演讲 人们发疯了 这是教皇 然后乔治 W不时 走向教皇 他的麦克风很热 他俯身 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嘿 很棒的演讲 你的圣洁 这家伙像一个在婚礼喝多久的朋友那样 与教皇交谈 嘿 伙计 伙计 坐下 哦 我差点给了他一巴掌 而我的小朋友们 他们无法确定 你有时会在政治上不同意某个人 但仍然找到一种喜欢他们的方式 因为他们会让我想起他的记录 那会让我再次生他的气 他们会说 你怎么会那样 我不知道 他很有趣 那么 住房危机呢 好吧 是的 那么经济衰退呢 好的 是的 那伊拉克战争呢 我说 好 他妈的 但是 然后 我会在网上看到 乔治W布什 在自己父亲的葬礼上 递给米歇尔奥巴马的糖果的皮套 我想是 我不能向朋友生气 乔治布什就像是 把房子拆毁的金毛巡回犬 他把一切都搞砸了 他尿在地毯上 他撕掉了枕头套 但是只要你看见他的脸 就会不自觉地说 谁是好男孩 谁是好男孩 你没生气 你只想给他一个拥抱 嘿 我为你画了这幅画 比尔克林顿 是不会停止 叼你腿的贵宾犬 上世纪九十年代 具有超凡魅力 布什是具有兄弟义气的人 在兄弟满腔 他们总是很有趣 总是让我发笑 我最喜欢看的是 他们一起在餐馆 你有没有兄弟会的服务生 一个年轻的男性 你好吗 最近怎么样 你可以发现兄弟会的服务员 每个年轻的男服务员都会做出相同的手势 这是他们的手势 很多很多 对不对 你见过的 嘿 大家好吗 欢迎来到星期五 今天我要为你们服务 女服务员不会这样 女服务员做一个手势 看上去就像淹死了两个小矮人 他们会走到你桌子前 嘿 那么你们有其他需要吗 服务员是兄弟 他们也有习惯 服务员还有另一种习惯 他们总是必须振作精神地 来回答你的超级基本问题 你会说 有什么特色菜 他会说 我们的特色菜没问题 今天的特色菜是 它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你今天喝什么糖 绝对是我们的当日汤 看看吧 今天的当日汤是龙虾浓汤 里面放着茴香 我可以从饮料开始买 而且他们始终是超级肯定的 能给我拿一杯水吗 水没问题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服务员 他的说话听起来好像是 他在帮我一个忙 我说 嘿 能给我一个吃剑衣可乐吗 然后他说 健衣可乐 没有问题 可以 他有疑问吗 相当有可能 我这样做是为了娱乐自己 我喜欢想象那个手势 但是他是在人生中 最重要的时刻这样做 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他说 嘿 怎么 贝卡 欢迎来到星期五 我今天要向您求婚 他说 好吧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 我的爱的象征 是一枚上面有一颗回箱的戒指 我可以屈膝 求你嫁给我们 他说 我还没有准备好 他说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可以在几分钟后再回来 如果您不喜欢 那么你至少可以尊重一下我的用心吧 我和我的兄弟 我们在旅途中 做了很多这样的脱口秀 一个半月前 我们在波士顿 做了一场演出 晚上11点30分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 面前是一辆警车 信号灯 变成绿色 但是警车没有动 我按了一下喇叭 然后警车打开灯和警笛 我说 不是吧 我觉得 他不能找我麻烦 他让我停车 我感到厄运降临 如果他找我麻烦 我会说 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是在开玩笑 警察走过来问道 你他妈的在做什么 我说 对不起长官 他说 你他妈的在做什么 我说 我告诉你变灯了 他说 我在这做很重要的警察事务 他说重要的警务人员 在那一刻 我说 让我看看你的警徽 听起来很虚构 我说 对不起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他说 不不不 驾驶证和行驶证 快点 好的 每当警察要求您提供 驾驶证和行驶证事 我们都会感到紧张 说 是吗 是吗 这是您要的吗 最终我给他看了驾驶证和行驶证 他说 好吧 您来波士顿做什么 我们是喜剧演员 他说 喜剧演员是吗 你似乎没那么有趣 我说 你没有给我机会 闭上眼睛 想象你的生殖器 然后他说 等一下 我以为 五分钟就能完事 但是 二十五分钟过去了 我想 嗯 他在看节目吗 然后 在第二十七分钟 才回来 我当时要疯了 他说 先生们 我只想为我的行为抱歉 他已经道歉了 我想 这个人 嗯 正在从事 重要的警务工作 注意驾驶安全 祝你们夜晚愉快 我说 谢谢你 我们继续开车 他也在开车 三十五分钟后 我停下来休息 加油 我走进便利店 在便利店里 我们见到谁了 嗯 是的 您猜对了 是帮挑围 您看见了谁 可能有人嘛 显然是警察 我们笑了起来 他说 嘿 他在那里 他明朗的 他给了我一个 哈利波特的称号 一个鸣笛 我们笑了 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时光 然后 他买了咖啡 他走了出去 在门关上之前 他说了这句话 顺便说一句 在我告诉你这句话之前 我想说一下 有时 当您处于积极互动的动力中 并且某人说了一些 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的东西时 您仍然会笑着并同意他们 这只是为了保持美好的时光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这个警察 买了他的咖啡 转过身看着我 然后走了 顺便说一下 汤姆布雷迪 没什么错 对 那是您必须了解 您知道那是对的 分关上 我说 该死的 波士顿有这句俗语吗 人们会说 嘿 别用手指指向比尔贝利希克 向你的妻子和孩子们问好 整个旅程我都伤透了脑筋 这是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四个小时后我到了家门口 那是对我曾经做过的笑话的重点 一个在线的站立式剪辑 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这位警察独自坐在那辆警车上 看着我的喜剧 你不是疯了吗 对 他好像输入了我们的驾驶证和行驶证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告诉他 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所以他自己说 好吧 让我们看看 这个混蛋有什么 然后转到了YouTube点看 看了我二十分钟的表演 和你们今晚看得差不多 那天晚上 我看了视频 又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警察的良好工作 他是个好警察 好警察之一 我们可以相信他 有一次 我和我的朋友安德鲁谈话 他是密苏里州 堪萨斯城的一名警察 我说 你们做那样的事情吗 他说通常是Netflix 我说真的吗 他说是的 我说 他要罚我们 然后他说 你的手机在哪里 他在仪表盘上 我没有碰他 然后他说 没关系 如果他真的想 他可能会因为使用手机不当而罚你 我说 那张罚票多少钱 一百五十美元 到目前为止 不需要交一百五十美元的罚票 是我从喜剧中赚到的最多钱 出了今晚 因此 我想正式退出单口喜剧艺术 这是真的 事实上 我很喜欢单口喜剧 但是 有点奇怪 我们可以在帖子中解决吗 我可以不拥有十一英寸的 事实上 我不觉得 那是我的本意 这不是 不是 我最擅长的 我最擅长的 是唱歌 不 这不是在开玩笑 我很真诚 从我小时候起 我就总是被唱歌吸引 而且我确实掩盖了我的想法 也成为了我的身份 因为 伪装成一个愚蠢的家伙 总比实际追求某些 你必须非常脆弱的东西 要容易 我无法应付 真的 我真的无法应付 我告诉我自己 我说 即使 我看起来很傻 我也必须 追求我认为 我是真正的 真正的 天生的才能 即使人们不相信我 人们仍然在笑 很好 这是一个节目 而且你知道 对 一为120 我告诉过你 有些人知道 我今天 要发行我的专辑 我必须告诉你 我要发行的专辑 不是单口喜剧专辑 好吧 这是柯林 乔丹 是迪伦 我们这栋楼里 有最大只的两个家伙 那是我见过的 最像兄弟的公司 两兄弟搬家公司 所以这不是一张单口相声专辑 您现在将看到相册 试试吗 柯林 您有想要开始吧 想象一下 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 迈克尔布布尔歌曲 在一张大笛中 所有那些低音 所有那浑浑雨睡 所有那些 神奇 由雷伯尔德兄弟推出 迈克尔布布尔珍藏 布雷特喜爱的 迈克尔布布尔的歌曲 Bred and Booble 和初次演唱的歌手们演唱的 由老歌迷和新歌手 Bred Rivo演唱 十首美丽的Bubo歌曲 经过正式训练的 无损声音 重新构想 体验全球杰出的 封面歌手的事业历程 由世界上 一位杰出的 封面歌手演唱 一张拥有 所有迈克尔布布尔 伟大专辑的唱片 在限定时间内 Red and Bill 现在已出售 但是等等 这还不够 每张CD 还都配有六个不同的曲目 人们问我在哪里得到的 大多是乔治迈克尔专辑 你为什么要问 可是等等 使用您的信用卡 我们将另外收取两美元的服务费 这个假期 送给您的亲人的礼物 若要订购 请访问 Bred on Boobry 价格内不包括运输和手续费 Bred on Boobry 尚未在商店中出售 对于那个 很抱歉 我以为 我会穿上些舒适的衣服 我就像嘎嘎 我换了服装 我想介绍一下 我的音乐好友 杰夫 麦克图恩 杰夫 请坐 让我们 给这些人表演 开始 一起流浪 一起流浪 河南 陪你到阿姆斯特达 在山最美的剧情甲 一起流浪 仰望着天空南 陪你春起雨伤 为你抹去不安 享受着大自然 为我乘着雨伤 不让你感到我孤单 走遍你 睡前伤 我永远陪伴 你和我犹如梦境般 我永远陪伴 雨水降下 何如此灿烂 漫游到在哪个班 我在一末着山江 从水到风的点暗 一起流浪 一起飞到远方 在你唱着雨伤 为你抹去不安 唱首唱 她自然 岁月沉浸余下 不让你感到好感 总和你渡水前山 我永远陪伴 你和我犹如梦境一般 雨水降下都如此残满 又到塞纳河班 光在灯火阵上站住 风暖火点燃 一起流浪 我们一起 来吧 飞大火 风暖火阵上 风暖火阵上 我们要多演出一场 我知道你会的 我知道你会录的 以防万一 我们要非常感谢你 如您所见 我是这个地方 有史以来最好的歌手之一 我们还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准备好了吗 和我一起登台的 是非常可爱 才华横溢的人 唯一的拍破尔索拉娜 女士们 先生们 你们可以做得更好 拍破尔索拉娜 和我在一起唱歌 已经三天了 在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很熟了 我们了解了彼此的曲调 彼此的声音 而且你们 可以看到它落后了一步 但它正在学习 所以 开始吧 停止音乐 停止音乐 它的麦克风开了吗 不 它真的很棒 我们可以打开它的麦克风吗 声音好像不够大 我希望我的搭档能有一个好的麦克风 给它拿一个麦克风 我是明星 我是超级明星 给这个女人拿麦克风 我们要马上表演了 这些人喜欢爵士乐 是吗 你不喜欢爵士乐吗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好的 我的爵士乐也不错 麦克风能不能打开 并把声音调大些 大点声可以吗 可以了吗 从头开始 加油 加油 我真的能带 我被你带很冷 我的离开 我被我年了很冷 今天晚上 清晰晚年一晚 非常迷妙 我我女生 能带上一遍 我妈的开始担心 没人为何的担心 我爸爸回来回过步 听着你的梦里声 我真的要最好现在就离开 嘿 不要着急 拜拜拜拜 我倒就是放学唱片 离去人可能笑 他被外面危险 所以料理是什么 外面没有出组成 但希望我知道 我也想相信我 不别逃破怎么着 戴下马子 头发疯瘦 你来说话 不不不休息 我都在当天 至少我要说我经历了 不想情分 是我的梦子 是我的梦子 宝贝的真心 宝贝晚年很冷 顺便说一句 2019年这首歌仍然很火 宝贝晚年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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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历了 不和平去祝争 都在梦子 但看窗外面的宝贝 我检 soft 在灭不离 你非对坎口 你非对坎口 我过很毅 站在梦楼 杀到面上的叶茫 我繪去找到 举ado兵 你的嘴巴 可是再来一遍的眼睛 从没有如此的抱歉 我的美酒 把杯碗面谈论 却我一个外套 才发炎倒是改了 真的太棒 总让我忐忑 但你还不了解 你怎么对我这样的 你怎么对我这样的 你怎么对我这样的心 想想我的对手 你怎么对我这样的心 如果你的嘴巴 我成功能当 再见起来 宝贝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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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 姐夫吃吗吃 站起来 我应该得到掌声 她也是 牌破尔索拉娜 我们正在制作这张专辑 第一张专辑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 上帝保佑我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